在今年夏天 真的是幾天 去我們弟弟創紀錄 最辛苦的 就是要在外面做事的老公朋友 有很多時候實在是 熱到動不住 甚至就算送便宜 就立委來服務 老同堡 應該就要來制定到高文家 其實有很多國家 都有這個高文家 像這個中國的上海 跟這個日本的企業 都有高文的頂貼 如果這個美國 有來制定到高文鎔造的規則 如果這個歐洲呢 這個氣溫超過四十多 就讓一些給我的路動 才來停工休息 不過這個美國公眾回來 高文家 在我們臺灣 真的有栽調來實現嗎 三十九點七度 是一百二十四天以來上官 這麼多的天氣 讓我做工作 才會就算陷入上海 任委證為 老同堡應該制定高文家 在特定的時段裡面 已經不適合出勤了 那當然 就這些事外工作的員工來想的話 他就可以有一個拒絕的權益 也就是說他應該就要待在室內 我們來看國外 像中國的上海 只要氣溫超過三十五多 就有代表八百四十九塊的高文頂貼 再來看日本 有一些氣溫超過三十多 就有代表八百一塊的頂貼 最後是俄洲 氣溫如果是超過四十多 就讓一雙豪華的路動者 可以停工休息 他們是訂定所謂的高溫工作準則 也就是說針對不同的行業 那他長時間曝曬在戶外的時候 當氣溫達到一定的溫度 亦需要移到比較涼爽的地方 工費因為說 路動部有必要 訂一個尊貼 超過一定的溫度 讓路工可以到省來效果 還是說讓高溫頂貼 有這個規定還是關節 老闆和路工才知道說 要怎麼做